好家伙,这棵大树要成精,树精身高五米长,全身皮肤都是树枝,不怕火烧,也不怕刀砍,要是缺胳膊断腿了,给点水就能再长出来,最牛掰的是树人子弹刺客技能,一旦发起火来,那时昏身长满尖刺树枝,非得戳对方百八十个窟窿不可,他就是树人格鲁特,这时,无架子弹机瞄准了格鲁特,摇眼爱的魔力转圈圈,子弹像雨点般起来,格鲁特呢,大笔一挥,树拳一倒,直接干翻了一挥, 一票子弹机,这时,伯勒大表哥火箭登场了,火箭表哥,可是暴力的幻熊,别看他身材还小,但他却和伯勒一样,头脑聪明,智慧超群,更是精通各种武器,是个非常牛叉的神将手,大表哥和格鲁特是赏金猎人组合,只见大表哥站在格鲁特的肩头,单手拿起了终极枪,就是一顿无差别的扫射,而格鲁特呢,就是他的防弹衣,两个外形生物,把监狱闹得天翻地覆,为的是给性觉制造陶狱的机会, 他们把神秘的铁球卖给了一个神秘买家,就能赚到40亿美金,原来这个神秘铁球,是被性体大道星爵从七星头来的,星爵本来是地球人,从小母亲去世,被一个蓝星人带走,成了星爵的养父,并把他抚养成一名大道,星爵背着养父,拿着铁球来到山大尔新,跟一个小老头做交演,谁知这个小老头一听,星爵为了偷这球,跟罗南的手下大干了一场, 直接连球带人撵走了星爵,星爵奇怪了,罗南又不是罗南,怎么下成这个熊样,原来这个罗南,跟山大尔新有灭门之仇,所以跟灭霸合作,计划毁掉山大尔新,条件就是帮灭霸找到铁球,现在铁球消失,罗南派灭霸的女儿卡摩拉找回,同时呢,养父发布了4万的宣赏金,招回赏金那人,势必要抓回这个大逆子, 大表哥和格鲁特就这样闪亮登场了,卡摩拉人狠话不多,直接讲究飞踹星爵,迅速串入人群中,星爵一个远程攻击,把卡摩拉扮了个狗坑尼,随后飞身不下,又被卡罗拉双脚顶飞,两人在地上打劲骂俏,以卡摩拉的大肠腿压制,迎下了第一回合,紧接着大刀哥加入战斗,直接锁头卡摩拉,格鲁特紧跟其上,支出了辅助技能,把卡摩拉撕死的缠住,星爵趁机多久狂奔,卡摩拉奋力挣脱了束缚, 直接飞飞铁球,这时,星爵半路冲天而降,按下了击飞探头,把卡摩拉弹飞了几十米,正死为螳螂捕沾黄雀灾后,大表哥收入闪电弹,星爵被电到当场蹦跌,就在时,五驾八星飞船,把四人团团包围,这是三大二行的军队,以威胁治安罪逮捕了四人,四人刚进监狱,就被囚徒骂是人渣,这些囚徒们的家人,多半死在罗南的手下,卡摩拉自然就成了出气筒,一个红色纹身的囚徒, 与罗南有杀妻杀女之仇,卡摩拉表示,我不是罗南的人,也不是灭爸的女儿,原来卡摩拉呢,早就跟罗南闹掰了,这次计划拿到铁球,卖给个神秘的买家,拿上四十亿酬劳远走高飞,纹身男角毁灭者,早就被仇恨蒙蔽了双眼,他要杀了卡摩拉,星爵及时赶到,你现在杀了他,相当于帮罗南清理门户,不如用卡摩拉引罗南现身,毁灭者一听也对,便暂时放过了卡摩拉,卡摩拉知道,星爵救自己, 是为了拿四十亿,于是告诉星爵和赏金猎人组合,只要能一起越狱出去,就把四十亿平分,在场的都是贪财鬼,当下一拍即合,大表哥是老越狱熊了,曾经创下二十二次越狱纪录,大表哥计划先读夏守威的手环,再进入监狱的警戒塔,他们把下能量电池给监狱断电,制造了混乱,然后趁机逃跑,结果呢,这花音刚落,能量电池被格鲁特一把拆下,监狱警报立刻响起,卡摩拉呢,在警戒塔这边,一路 狂奔,跳跃和飞踹,败家左右开弓连环拳,星爵则用重武器,摧毁了子弹机,被卡摩拉打引火,卡摩拉拿到手腕后,立刻交给大表哥,此时,格鲁特划成餐厅大树,把星爵和大表哥,全部送上了警戒塔,毁灭者也跟了上来,此刻,因合乎一队终于集结完毕,格鲁特把守卫一把路走,由大表哥操纵警戒塔, 这时,装甲部队扛着重型武器登场,直接炸裂了警戒塔的剥裂,大表哥把能量电池连接到警戒塔的主电路,关掉了人造重点,装甲部队整体失重,紧接着,警戒塔也附在空中,大表哥改写了子弹机的指令,全部贴合在警戒塔的下端,充当火箭柱退戒,一路左摇右摆,冲出了监狱大门,他们找到了星爵的飞船,去往神秘买家的不毛之地,这里实际是一颗大头颅,在远古时期,是被砍掉脑袋的神,现在是一个, 大型的黑市,收藏家蹄缝是这里的主人,也是那个神秘买家,在这里,为了帮大家回忆一下,在连神二里,最后现实宝石的归处,就是放在蹄缝这里,星爵把铁球交给了蹄缝,这铁球被蹄缝一拆解,便显现出一个紫色的宝石,这正是六个无限宝石之一的力量宝石,力量宝石呢,可以提升操纵者的力量,达到无可战胜的程度,此刻星爵看到,曾经有宝石的外星人,直接毁灭了一整个星球,要是让罗南得到,那毁灭 三大二星,还不是分分钟的事,但不是谁都能操控这个力量宝石,这不,提莫的奴隶起了歹心,竟想夺了下宝石,杀了提莫,之前他抓住宝石,便立刻灰飞烟灭,与此同时,罗南带着死灵大军,来到不毛之地,原来是毁灭者爆出心切,故意放出了未知的消息,引罗南现身,卡姆拉赶紧带着铁球,开着甲克虫飞转逃亡, 卡姆拉的妹妹星云,立刻带兵追捕,卡姆拉操控甲克虫,转往计较嘎拉处飞,顺利引爆了死灵飞船,这时,星爵命令大宝哥,去掩护卡姆拉逃跑,但甲克虫没有武器,只有一身铜墙铁壁,于是大宝哥调转方向,直接一撞两重,摧毁了两架死灵飞船,紧接着大宝哥怒吼一声,来了一招行星撞底球,把一架巨型舰,瞬间撞成了一片渣渣,星爵这边更厉害,操纵了甲克虫的带 开店手臂,声声握下死灵飞船的外壳,然后纠战雀巢,用死灵飞船打掩护,这时对面的死灵飞船,果然不再对他进攻,于是星爵趁着现在,连发几枚炮弹,摧毁了卡姆拉的水兵,毁灭者这边,根本不是罗南的对手,罗南只用一只手,便把毁灭者打倒在地,随后被罗南拖到飞水中,幸好哥鲁特自在治愈的能力,一个被不穿刺,让毁灭者苏醒了过来,卡姆拉这边,幸运把卡姆拉逼到了外太空上,星� 星爵大喊着等等,因为贾格虫没有氧气,无法在太空上行驶,星云趁着机会,直接轰炸了贾格虫,铁球被星云拿走,卡姆拉呢,跳在太空中,身体慢慢浮上了冰霜,星爵做了个决定,主动告知养父的坐标,要求来抓自己,然后用鞋底的助退器来到卡姆拉身边,把氧气面罩给卡姆拉戴上,星爵的脸瞬间被冰霜包裹,此刻,养父的战舰赶来,把两人接了回去,养父受到星爵的背叛,直接上手狂揍星爵,然后召唤 出口哨剑,立在星爵的脖子上,看这架势,是要杀了这个逆子,星爵表示,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,干这辈子最赚钱的一票了,养父立刻转家态度,真是爸爸的好大儿啊,果然利益的面前一家亲,何况还是半路的父子兵,就在这时,围传突然震颤,原来是大表格格鲁鲁特和毁灭者,他们要救出星爵和卡姆拉,派毁灭者手持火箭炮,威胁养父放人,星爵马上解释,都是误会啊,因和护卫队集结后,星爵联和养父的 扫荡者部队,阻止罗南的计划,此刻罗南得到力量宝石,当着灭发的面,把宝山在权杖上,瞬间获得了宝石的能量,然后喊话灭把,灯火灭了山大尔兴,再来收拾你,星爵这边一切就绪,养父率领扫荡者,在罗南的暗黑星号前,发射出一道弧形的障眼网,星爵命令大表格,把暗黑星号底部,炸出一个大窟窿,让养父和扫荡者进去,罗南的手下星云,摆出上万首死灵飞船,阻挡扫荡者他们 在罗南的入侵,空中战舰如同蚂蚁,残骸漫天乱飞,养父的飞船,不幸被死灵残骸击中,直接掉落下去,他大喊着,逆死星爵,千万别再耍我,打完仗我再来找你,星爵没共打理养父,正在旋转闪电和侧疑,躲避敌方的操射,却还是被击中了尾翼,此时,八星飞船侵线,挡住了敌方的操射,原来在开战之前,星爵就告知了他们,罗南的复仇计划,便立刻派出飞船救援,在军 对方主下,星爵成功进入了暗黑信号,此刻,上百万个八星飞船,启动能量联网模式,这个阵仗大不大,上百万个八星飞船,启动了能量联网模式,支撑了一张黄金步渔网,把暗黑信号抱过其中,他们的目的是,让飞船借助山大尔星的表面,否则力量宝石,会瞬间毁灭星球,暗黑信号里,大家分明两路,卡摩拉局对付星云,星爵带着格鲁特河毁灭者,跟罗南的一把手对抗,星爵带上防务面罩,启动脚强 搭底的推卸,会有点钢铁侠的架势,先来个双枪爆头,再来招脚底捎面,紧接着贴地滑行,双枪只有开弓,射死了一片死灵人,毁灭者这边大把陈威,对准罗南的一把手,光光光几拳,拳拳倒肉,然后一把扯开对方的头皮,一把手直接短路身旁,格鲁特就更厉害了,刺客技能发威,放出了扎死人不偿命的藤蔓,串起来吃几个死灵人,活像一圈冰糖葫芦,接着左右开弓,死灵人被撞得七荤 各个落地成河,这时,罗南动用宝石的力量,直接出为了捕鱼网,星云却找到罗南的脑巢,但安全门无法打开,需要卡姆拉破坏电力系统,此刻的卡姆拉被星云的闪电圈上,电刀献出了骨骼的圆形,于是卡姆拉怒吼一声,用尽全力提飞了星云,星云被挂在飞船边,卡姆拉不想弄死星云,毕竟是自己的妹妹,向过去拉搭上来,结果星云呢,竟然直接割断了手臂,落到飞船上逃跑,此刻时间紧迫,卡� 星云终于进去了,一个可动班机,射出一枚火箭弹,直接轰炸罗南,过去,这死的也太简单了,罗南好歹是宝石附铁,简直就是侮辱力量宝石的实力,下一刻,罗南便从烟雾中站出,一拳杖击飞了众人,毁美者迅速骑身,势必要杀死罗南,结果就被罗南一把夹住,就此时,下飞船火速重来,撞飞了他们,正是伯乐的大表哥赶到,此时的飞船马上就要坍塌,格鲁特牺牲自己,幻滑出树枝保护� 大表哥不仁与格鲁特分别,格鲁特在生命的尽头,对大表哥说,大表哥明白,格鲁特表达的是,我们是一家人,话音隐落,但黑信奥跟大帝来的个亲密接触,此刻的罗南,另一梦想就差一步,于是他发动了宝石的力量,准备消灭山大耳心,就在此时,星爵唱进了流行歌 卡蒙拉迷惑了,罗南也迷惑了,这时星爵又唱又跳,怎么着,向男团出道吗?原来星爵呢,是在转移罗南的注意,这时的毁灭者,瞄准了拳掌,一炮击碎了垂头,就在刹那间,星爵快落难一步,飞身握住了力量宝石,下一刻,力量宝石的能量,瞬间虚卷星爵的全身,巨大能量的痛苦,再渐渐吞噬星爵,卡蒙拉伸出丑壁,想要分担星爵的能量, 星爵却在下一刻,看到妈妈的样子,与水里把抓住了卡蒙拉,紧接着是毁灭者,大宝哥 此时,力量宝石的能量,全部分散在四人的身上,星爵张开手掌,释放出宝石的能量,彻底粉碎了罗南 卡蒙拉抓住机会,把力量宝石装进了铁球里,此刻罗南坏人退场,养父小人得志,立刻星爵交出宝石,星爵竟然乖乖给了他,等养父离开,星爵告诉大家,刚刚那是个假货 宝石的最终归所,星爵交给了山大尔星,星爵的领导人告诉星爵,你的身体之所以能承受力量宝石,是因为你的父亲有着外星人的基因,原来星爵竟然是半人半神的英雄 最后,大宝哥把格鲁特的残肢栽到花盆里,每天浇水施肥 格鲁特天天在花盆里,逍遥自在地蹦跌,本篇玩,本篇叫银河护卫队 本次问题,护卫队中的五个人,你最喜欢谁呢?记得发到评论区哦 波勒最喜欢格鲁特了,因为他技能满满,不仅有资格的输出技能 还可以包着百病,只要不灰飞烟灭,给点水就能自由复活 波勒和大宝哥属实羡慕 不过银河护卫队的领导人是星爵,别看他彩蜜心窍,势则怎有担当 被卡姆拉戴面罩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,星爵就有蛇身忘记的精神 不过波勒没有想到,星爵居然有神的血统 不然英雄都自带主角光环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到这了,记得给波勒查点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,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,拜拜